您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手机拿去送修了回来之后 居然变成了脏物 这种事情发生在陈小姐身上 她的手机送修之后呢 拿回来竟然接到警方通知说她侵占 原来是厂商 疑似换了旧的主机板给她 而刚好主机板的前主人 也曾经遗失手机报警 才会发生这起乌龙事件 陈小姐一脸无奈 手上拿着被控侵占的通知单 自己怎样也想不通 才刚新买的手机 因为当机送修竟然差点 时尚关机 我明明就是买新的 怎么可能会移植 然后就是应该不可能是我 我的问题这样 我觉得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想说 这明明就是我买的手机 怎么会变成是轻载 我觉得感觉还蛮差的 因为我原本是 就是觉得应该是会换新的给我 但是怎么会换一只二手的 花了两万元买新手机 但十月底发现手机当机无法开机 立刻送回维修 但隔了一个月却被控侵占 只以厂商换了旧主机版 刚好主机版的前主人也曾移师手机报案 才会造成这起乌龙事件 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然后我们会对消费者会欢迎来取得给他 会不会发现使用旧货 因为每个手机都有一组i密码 就像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字号 医师或被偷 只要凭着手机序号就能找得回来 在外盒有一个IMEI的条码 那上面有一个15码的一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际行动通讯识别码 在手机背面它也有一张 所谓的IMEI的一个识别码的贴纸 那这两个贴纸的话 要相对的要是符合的状况 它就会出现手机内部的一个IMEI 拿到手机执行三步骤 只要手机合上序号和电池槽背板 还有手机显示的号码都一致 就能确认手机身份 不管是买新机或是维修后 都别忘记先检查保障自身权益 这边新闻郭先生的李怡婷 新闻市报道